在去年的11月份啊 比亚迪呢就透露会推出一个非常具有个性化 同时呢也非常具有高端化的品牌 那谢书金呢 这个品牌他正式命名为方程豹汽车 那在前不久方程豹啊 他也首次亮相自己的首台新车 方程豹豹五 那相信大家对于这台车呢 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么一点期待 那今天呢咱们是来到了深圳的比亚迪总部 参加方程豹品牌及技术发布会 再次见证比亚迪的高能时刻 那么这一台方程豹豹五 它到底长什么样呢 它又有哪些特点呢 接着咱们就跟随镜头 好好的去看一下这台车 每次来到比亚迪总部呢 参加他的什么发布会啊 我觉得我都是满头大汗的 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天气有多热 我觉得是因为大家的热情 它转化成了我身上的汗水 我想着带大家去看一下这台车 但是现在呢周围人山人海的 我现在只能处在这个角落 好那么在我旁边的 就是大家心心念念期待已久的方程豹豹五 那这台车呢 它是基于比亚迪全新的DMO超级混动平台打造 那这台车呢 它是配备了三把锁 搭载了比亚迪云眼P的智能车身控制系统 那据说呢这台车它的售价 可能会在40到60万元之间 然后呢咱们来看一下这台车 它的外观设计 整体的一个外观造型呢 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硬派 因为它是一款中大型的硬派的SUV 然后它的这个方格子的这么一个车身造型 再搭配上这种非常具有力量感的 这种金线设计啊 看起来就会非常的霸气 那么从前脸造型来说 它在前脸部分是采用了一个横向的隔山布局 与两侧的这一个大灯组呢 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融合 然后隔山的上下两边呢 它都是有这种贯穿式的LED灯带 那这样呢就会形成一种非常不错的这一种整体性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台车它采用了全新的品牌logo 也是很有设计感的 然后呢咱们再来看一下这台车的车身侧面 那么来到车身侧面啊 大家可以发现这台车它显得非常高大 那我1米7的个儿呢 在这里完全是比不过它 所以说从侧面来看这台车的话 它依旧是非常的威猛霸解 然后这台车的目前的具体的车身尺寸呢 还不知道 但是我目测它的车身长度呢 是在5米左右 轴距呢应该是超过了2米8 然后整个侧面所呈现出来的这种肌肉感呢 看起来也是更加的清晰 包括它这个外出的轮煤和门槛的设计呢 进一步体现它的硬派气息 而且车顶呢 它还搭配了行李架 把这一个硬派SUV的设计风格呢 体现得淋漓尽致 然后呢咱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尾部设计 那么从尾部造型来说 它也是一个非常硬派的设计风格 方方正正的一个样子 上窄下宽的这种尾部形态 那同时作为一台硬派的SUV 它标志性的一个测开门的设计 以及这个小书包呢 它也是有的 然后在两侧呢 它是采用了树状设计的尾灯造型 在点亮之后呢 也很有辨识度 然后在尾部下方呢 它还设计了非常运动化的保险杠 然后这台车的内饰设计呢 咱们目前体验不了 但是我目测呢 它里面是一个三连屏的设计 三块屏幕不是连起来的 就中间是一块中控大屏 然后屏幕两侧呢 它有一个液晶仪表 以及副驾的娱乐屏 它是采用了一个四幅式的 多功能方向盘 然后这个方向盘上面呢 它好像有跟仰望U8同款的 这一种滑轮的设计 那么除此之外 这台车内饰的一些其他详情呢 咱们目前也是不知道的 然后在动力方面的话 这台车呢 它是基于比亚迪全新的DMO超级混动 越野平台打造 搭载了云碾P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 那同时呢 这台车它将拥有两个电机 三把锁 低速四驱等越野装备 其最大功率呢 达到500马力 综合续航里程呢 可以达到1200公里 那么通过一番体验下来呢 相信大家也看得出来啊 这台车整体的产品实力 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我相信把它放到 整个的硬派SUV 这个细分市场里面呢 它的市场竞争力 也会非常的不错 只不过可惜的就是 今天咱们没有体验到 它的这一个内饰设计 到底怎么样 那么喜欢这台车的朋友呢 也可以关注一下 咱们马拉车社 期待咱们之后 对于这台车 更加详细的一个测评